雄中教授 我們邀請雄中應屆的畢業生 他是市長生 但是他的生命故事非常值得 大家跟他一塊的來學習 我們歡迎呂冠霖同學 校長主任以及各位雄中家長主攝的爸爸媽媽 還有特地來幫我加油打氣的老師 同學還有我的家人 大家早安 我現在真的非常緊張 然後我只要一緊張我講到就會有點不冷 所以就請他多多包涵一下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呂冠霖 冠軍的冠 甘霖的霖 然後我是三年持久班 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舞蹈學系 然後我今天主要分享的題目是 幸福從心開始 我的心是心情的心 在分享這題目以前 我想要先請大家想像兩個狀況 第一個戴眼鏡的人 你們可以想像看看 你們今天戴著眼鏡 吃著一碗熱呼呼的拉麵 眼鏡遇樂起舞的樣子 然後沒有戴眼鏡的人 你們可以想像看看 你們今天開著車 看著窗外 車外卻下著輕盆大雨 就這兩種狀況 造成了生活中 許許多多的不便 但也因為上天給我這個考驗 讓我知道我的生命 原來早就被團團的愛所包圍 上人還在學生前 他送給我的一個代表實際的柏珠 他這個柏珠 你在白天看的時候 他就跟一般的柏珠一樣 然後可是他到越晚的時候 他就越發光 因為他是一串夜明珠 上人要藉由這串柏珠 他要告訴我 無論將來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都不要慌 不要怕 因為 他早已安排 許許多多的人 在我身後 鼓勵著我 幫助著我 然後接下來就開始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了 話說我的眼睛可不是從小就這樣子的喔 在我還沒有出生以前 我的爸爸就因為投資私利輸了五六千萬 不過儘管如此 我的爸爸媽媽還是很任命的 兩人和開一間美髮店 滿心歡喜的迎接我和姊姊到來 然後我和姊姊就在充滿愛與幸福的環境下長大 在要上國中前 為神威志祺 許下一個至高不上的理想 那就是 稱霸全台 當上滿分之一二的 極策華 在學校 我總是努力充分的準備每次考試 而當每次考上全班第一時 總覺得自己又朝夢想前進了一步 就這樣一直到了國山上 在這裡我先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過著不愁痴不愁痠的生活 在師長同學 包括我自己都這樣認為 我是一個平學兼優的好孩子 無論讀書讀得多辛苦 那個多忙碌 我絕對不會喊累 我總是會看著窗外 然後想著再過半年 再過半年 我就可以在各大報紙看到我的照片 你知道就虛榮心嗎 我覺得我的人生有一個相當美麗的開始 但卻在某一天 我的美麗莫名其妙結束了 那一年我只有14歲 國山下過年時 因為眼鏡弄丟了 去眼鏡行驗光 意外的發現左眼竟然看不見了 我的媽媽就心急的帶我先到眼科診所檢查 不過都得不到講要答案 然後就去做更詳細的檢查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沒有假日了 每天就是家裡 學校 然後醫院 這樣三個地方來位的跑 有去過大醫院的人都知道嗎 你去醫院 就可能等一整個上午 或一整個下午 就只為了看那五分鐘 而且進去後 他會跟你說 他要幫你安排一個更詳細的檢查 就這樣檢查完看報告 檢查看報告 不過就這樣檢查很久 也都檢查不出來 然後那個醫生就跟我說 我建議你去台北龍總做更詳細的抽血檢查 然後我跟媽媽還有那個阿嬤 然後我們就去了台北 去台北龍總後 然後那個醫生說 就是要先抽血檢查 要等一個禮拜才會出來嗎 然後你們知道嗎 那時候是我這一輩子 最想要去學校的時候了 那個誰誰誰啊 你在偷吃我的早餐 在偷吃食分 我都不會怪你 那個歷史老師 你上課 在無用呼罵人 我都不會回嗆你 只要你們告訴我 這一切不是真的 很快的一個禮拜過去了 我和媽媽在會診室外等待的時候 你們知道嗎 那時候 我的心情就像法官 正要宣判犯人 是死刑 還是無罪一樣 額外的煎熬 當護士叫到我名字的時候 然後我和媽媽進去了 醫生 翻了翻 我的抽血報告 和那個高醫的總總檢查 他說 我判斷你罹患的是 立腺體四神經病變 當時的我就很開心 我就說 終於檢查出來了嗎 那麼醫生 那你趕快醫好我吧 可是醫生卻說 你現在這種病 那個目前醫學上 就是還沒有治療的方法 那時我心就想 醫生 別開玩笑我不好 現在科技那麼發達 怎麼可能不能醫呢 這時我回頭看了媽媽 她只是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出了會診之後 然後我就那個我就安慰媽媽說 一定是榮腫太爛了啊 那個怎麼可能 因為一個抽血檢查 就斷定了我的醫生呢 然後那個我媽媽帶了我到 大大小小的醫院 台北榮腫 台中長根 然後那個高雄這樣 四處四處的跑 然後那個就這樣一直到了 那個花蓮實際的那個 一位醫生 在等他正要宣布結果前 我的媽媽早已忍不住 眼淚就潰堤了下來 醫生 拜託你醫好我兒子 我的兒子很乖很聰明 然後但是 箱頭的檢查 一樣的結果 你不會好了 你們知道嗎 這句話聽在我心裡 真的真的很難過 我明明才十四歲 我的人生才正要開始 為什麼每個醫生 都不願意好我 都說我的眼睛不會好了呢 可是當我看到媽媽在哭 我知道我也沒有在哭的理由 所以我看著醫生 我對著他說 沒關係 我只要還會自己走路 走路不會跌倒 那麼那個我一定會 勇敢堅強地走下去 然後你們說那西醫放棄我了 那怎麼辦 看中醫嘛 中醫強調 五臟六股息息相關 那麼眼睛不好 那麼 那個身體其他方面 那個一定也出了問題 然後 那個 就在一個醫生的介紹下 我就 我就看了彰化一下 很有名的中醫 你知道他 他多有名嗎 你知道 然後他就像Call in節目 那個他每天早上 那個他就限五十個名額 就要清晨 那個那個 你從五點多就開始一直打 一直打 那個 然後那個五十個額滿為止 那個去了以後 然後他說 你這一定是 一年吃太多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我吃的 樂趣就全部被剝奪了 然後 過了一個禮拜好像也沒有改善 然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吃 那個 哪裡說中醫好啊 彰化 屏東 台中 又四處跑 你知道嗎 我最高紀錄 我一天吃九包中藥粉 三個中藥丸 然後二十幾顆健康食品 跟十幾顆的西醫 每天生活中心就是吃藥吃藥吃藥 然後 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兩次 然後我第一次 那個我是吃媽媽那種燈的中藥嘛 然後 那個 我那時候已經喝了一個多月了 然後那時候 我聞到那個味道就快反味了 然後 那個我就喝了一口 我就突然就很生氣啊 我的同學 每一個 都能開開心心的上學 為什麼我就在家裡 吃這種難喝的中藥呢 然後 我就很生氣的吐了出來 正當我想要把它拿去倒掉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爸爸媽媽那麼辛苦 賺的錢 就是味道讓我拿去看醫生 而且 再說 我都喝了一個多月了 就跟大家去爬山等公車一樣嘛 都等了二十分鐘 你心裡一定會想 下一分鐘 下一分鐘 公車就一定要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 這一碗沒有喝下去 我的眼睛就不會好了呢 然後 我就看著那個 上面膚色 一個白白 格格的 我的口水喔 然後我還是 忍著頭皮把它喝下去了 接下來 有一次去看了 另外一些中醫 然後 他就問我說 爹爹 那個 你喜不喜歡吃豬心啊 我心裡就想說 很開心 那我就想說 這是我聽過 最好的中藥了嗎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喜歡啊 然後就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那 那你去買 一顆生豬心 裡面的血還不能挖掉喔 然後就這樣 燉菊花 燉五分鐘就可以拿起來了 然後我心裡就想 我喜歡吃豬心 我也喜歡吃豬血糕 但你們有聽過 半生不熟的豬心家豬血嗎 那真的超耳的耶 然後 你知道那個味道就是 又 就是很奇怪 然後又很難吃 但是你們說 我能不吃嗎 沒有吃 我的眼睛就不會好了呢 然後就這樣 去 吃中藥 買耳針 然後針灸 然後那個時候針灸喔 就這樣一根針 都五六公分上場 然後就從眼睛的眼窩 就直接這樣針下去 你知道那時候 我的眼淚就真的都痛到 每次都會流出來 不過 我心裡都告訴我自己 要忍耐 要忍耐 因為搞不好 眼睛 這樣就會好了 但是就這樣 兩三個月過後 然後 不但沒有改善 右眼也開始退化了 而且是退化非常非常快 然後我想說 彰化西醫跟中醫一定都沒有用 那個 西醫跟中醫都沒有用 那你們說 那怎麼辦呢 就求神嘛 然後那時候 哪個人說 欸那個 這個公很靈喔 欸那個 那個廟很多人 那個 然後我跟媽媽就會 明天一早我們就會去 去那尋找希望 然後 我每次都會跪在佛祖的前面 我就會跟著他 那個 我就會對他說 說 慈悲偉大的佛陀 拜託你 適予我光明的未來 不過 儘管如此 佛陀好像都沒有聽見我祈禱 奇蹟 從來都沒有降臨在我身上 然後 我的媽媽 只是會 口中念念有詞 邊流下眼淚邊說到 拜託 讓冠寧的眼睛 趕快 恢復健康 然後 讓他 無論用什麼方式 都能看見書本上的文字 讓他一路走來 有許許多多貴人 能夠幫助他 讓他一路上 不要走得那麼辛苦 欸 這不就是一般人最平常的生活嗎 但對我而言 就好像是 永遠永遠不可能完成的夢想